提供你给您一个跨年活动的好去处 为在亚洲新湾区的高雄集合聚落 目前又有新的创意胜利军进驻 并且推出最新又有趣的主题展 包括魔幻感官体验的艺术地景 和充满文化气息的独立书店 另外从12月29号到31号 更有连续三天不断店的跨年活动 邀请大家踊跃前往体验 走近由顾达奇、赵卫祥与曾令令等 新锐设计师操刀的水雾艺术地景 以沉浸式水雾带来魔幻奇异的感官体验 融入高雄异象 让游客仿佛置身在纯白色的峡谷环境里 这边有个像峡谷的地方 其实它象征的是高雄港湾的异象 右边那个是像高雄的陆地是爱河湾 左边是像中岛这样的概念 当每分钟有一个水雾喷出来的时候 民众走进去 等于是象征是走进高雄港湾的融合 那你可以体验一下清凉的水雾的感觉 一直指的货柜像积木般堆叠而成的聚落 共分成14区 提供给学校或青年发挥创意的基地 也可以作为创业前的实验场域 最新进驻的艺术地景是可爱又充满童趣的 漂浮绵羊与飞天河马 吸引许多游客到访拍照打卡 也成为市区的观光新景点 因为是第一次来 可是在网上看到就觉得好可爱 我觉得好多 就是好多商店还没有开 但我就觉得可以是照相的地方 很可爱 迎接2019年 都八局将结合聚落基地的祝点业者 推出三天不断电的跨年活动 希望邀请更多喜爱街头艺术表演活动的民众前来体验 那我们其实集合一直以来就是集合这些新创团队 然后去策划一些主题性的活动跟主题性的一些展览 那尤其是像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我们用街头文化做一个主题式的活动 我们用一个playground 三天不断电这样的概念来宽度元旦 去年我们是用瑜伽 都八局希望将场域以艺术介入空间的操作手法 把生硬的城市空间转化为市民可以亲近的创意生活形式 期待更多年轻朋友加入 用热情创造无限想象的城市空间文化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澜君采访报导